8月19日,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发表最新劳动人口统计数字, 经季节性调整的失业率由4月至6月的6.2%略微下降至5月至7月的6.1%, 就业不足率由3.7%,下降至3.5%。 特区政府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指出, 香港疫情在5月至6月间大致受控, 再加上政府推出的保就业计划起到支援作用, 因此总体失业率略微下降,但5月至7月间, 劳工市场的形势依然严峻, 消费旅游相关行业合计的失业率升至10.8%, 是2003年SARS疫情后的高位。 今年4月,特区政府在第二轮防疫抗疫期金下推出保就业计划, 透过向雇主提供有实现的财政支援, 协助他们支付员工的薪金,以达到减少裁员的目的。 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8日会见传媒时指出, 第一期保就业计划已大致完成处理, 合共有约14.8万雇主申请,约190万雇员受贿, 涉及工资补贴总额约为439亿港元, 当中,97%的受雇企业为雇员少于50人的中小企。 据悉,第二期保就业计划将于本月31日开始接受申请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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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